如果有人看不起你,别生气,别哭泣,生气只会气坏身体,哭泣会让别人得意,若无其事,才是最好的反击。 如果有人看不起你,别动怒,别抱负,动怒容易失去理智,抱负只会增加怨恨,保持沉默,才是最好的回应。 如果有人看不起你,别争别吵别大闹,争吵解决不了问题,大闹有损你的人品,不如安静的走开,远离不友好的人。 如果有人看不起你,不要急着去反击,你要明白,人性复杂,不是你解释就有人相信,不是你反击就有人闭嘴,你要用行动向他们证明,什么叫有眼无珠,什么叫低调谦虚。 那些看不起你的人,也不见得有多好,真正有羞耀的人,从来不会小看人,只有那些心胸狭窄,目光短浅,没有素质的人才会对人讥讽嘲笑。 别为了琐事浪费精力,别为了小人动怒生气,你活着不是为了和他们较真,而是为了享受生活,而是为了感受人生。 抛开那些负面情绪,忘记那些无耻小人,开开心心的做自己。 记住了,人品端正,不怕人议论,心胸开阔,不怕人贬低,别和小人生气,别让自己伤心,化愤怒为动力。 向小小你的人证明,你优秀,却低调,你成功,不炫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